下面咱们还有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 咱们还写一个这个东西 batch normalization咱们刚才怎么表示的 是用一个叫什么我们看一下 是在这呢是一个instance norm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咱们来写一下这个batch normalization 这里我们也需要传进来一些参数 首先呢特征图需要传进来 只需要传进来一个特征图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定一些值 还是需要指定 还是需要先把这个batch size 还有咱们的row 还有咱们的calls incoms in channels先拿出来 还是这个函数我直接复制过来 拿出来这个东西之后啊 我们现在需要就是算一下mule 和咱们的一个sigma吧 首先呢我先写一个ward shape 这个ward shape我们就让它是等于一个channels 用channels来表示咱们的一个ward shapes 我们就不写这个in channel 直接用channels来进行表示吧 ward shape就是一个channels 然后呢现在我们要求一个mule 然后还要求一个sigma值吧 对于batch normalization来说 这个mule和sigma值 我们可以用tensorflow的一个n模块下 n模块下有一个moment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呀 来帮咱们去求当前特征图的一个均值 还有这样一个标准差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只需要我们把这样一个net 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传进来 然后呢我们再指定一下啊 在哪个维度上去算这样一个事儿 我们是在特征图上的一个长和宽都去算这样一个事儿吧 所以说把1和2都传进来 然后呢我们去把这样一个keep damage啊 就是要不要保留这个东西 我们让它是等于一个true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batch normalization里边需要的mule和sigma算出来吧 那么算完这个之后啊 其实有两种操作 要不然你用tensorflow啊 直接n模块下有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可以用 或者呢咱们就按照一个标准形式啊 把这个shift还有scale都给它算出来也是可以的 这里啊就是看大家一个方便了 咱们就是咱们先自己写吧 如果说不想直接写 我们直接调那个batch normalization那个模块 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们写一个这个shift让它等于tensorflow的一个variable tensorflow.variable 然后里边呢我们传进来一个处置化值吧 我们传一个zerons zerons处置化以下咱们的一个channels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channels marship给它先进行一个处置化 这是啊就是它的一个scale等于什么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shift等于什么 然后呢还有这样一个scale的一个值 scale的一个值啊 我们同样进行一个处置化 scale这里 一般情况下对于scale处置化 咱们不用这个zerons 我们用once进行一个处置化 这样呢咱们就完成了一个shift和一个scale 那么我想想对于这个batch normalization来说啊 还有一个eopsy了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指定这样一个东西 默认啊让这个值小一些就可以了啊 这个eopsy了 默认啊我们让它是1乘以10的-3次方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需要返回一个就是咱们规义化 就是batch normalization嘛 我们需要返回一个normalize的一个结果 这一地 normalize的一个结果啊对于咱们这个来说 按照咱们batch normalization那篇论文给出来的一个公式 首先咱们的特性图减去它的一个m值 然后呢再笔上根号下 根号下我先写根号 根号就是一个星星点 点五就是乘上一个0.5嘛 它的一个0.5次me 然后呢这个括号里边 它这个分母就是咱们的一个sigma sigma的一个值啊 再加上它的一个eopsy的一个值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最终的一个normalize的一个结果 这个normalize啊就是batch normalization 它呀我现在写的就是 完全按照论文啊 给咱们提供出来的最终的一个公式 去写这样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去怎么样去用 然后呢最终啊我可以return一下 不是咱们还有这样两个因子吗 一个是scale一个是shift 我们可以啊直接用这个scale 乘上这个normalize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shift 再加上这两个因子啊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个batch normalization的一个操作 其实啊现在这么做是按照这样论文的形式啊 先求mule再求sigma 然后一步步去做 tunzerflow啊直接有batch normalize的那个模块 直接去用啊其实也是可以的 我看一下咱们现在啊 是不是把这个函数都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还有哪个函数没写 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初始化吧 就是咱们权重初始化的一个函数没写 咱们再来写一下这个权重啊 初始化的这个函数 define一下这个函数 对于权重初始化来说啊 首先啊 这一个参数还是有这个net 然后呢需要啊咱们的指定的是一个out channel z h a n e ls out channel 然后一个filter size也需要咱们指定出来 filter size in the channel 还有需要指定啊 咱们指定一个transpose吧 因为刚才我说了 我们这里呢可以做两种 一种是transpose 一种是不做transpose 默认啊咱们transpose就是反卷机啊 它是等于一个force值的 首先啊 咱们还是需要把这些值给它拿到手 我们用哪个 我们需要初始化的时候啊 需要拿着这个rose 还有这样一个cos 还有这样一个in channels 我先把它给它拿到手 所以是a n e ls in channels 然后呢 它啊就是跟咱们之前是一样的 我还是啊 for i 因咱们的一个 因咱们当前的特认图 特认图里边我get一下它的一个shape 把它的shape拿出来 然后呢 我再把它的一个shape的一个value啊 再拿出来 i.value值拿出来 好那现在咱们就把这几个参数给它拿出来了 这几个参数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初始化的操作了 如果说咱们现在要判断一下 如果说咱们不是做这个transpose 不做这个transpose的实话 我们只需要进行初始化就行了 就是有一个base的 我们需要指定出来 它最终结果是一个shape吧 base的一个shape 它就是等于什么 第一位它是一个 首先啊 它是一个filter的一个size filter的size完之后呢 它是两个filtersize 需要一个h 需要一个w filtersize filtersize h w in和out 这是一个in channel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out channel吧 out channel在哪了 out channel在这了 我们得对于w来说啊 在tenderflow里来说 它也是一个四维的 h w in和out 这是啊 咱们不做这个时候 如果说咱们要做这个transpose的时候呢 要做这个transpose的时候啊 我们先给它复制过来吧 然后改一下 要做这个时候啊 我们想一下 要做反卷机的时候 反卷机它是一个 in channel和out channel 正好相反吧 所以说对于反卷机来说啊 我们需要把这两行变一下 最后一个是in channel 然后最开始的是一个out channel啊 我们只需要把这两个变一下就行 对于正卷机来说是一个in out 对于反卷机来说啊 是先out再in啊 就是唯一一点不同啊 就是这个东西 那现在咱们是把它的shape做完了 shape做完之后啊 我们就要实际的初始化这个东西了 就是我们写上一个吧 当然这是vase init vase init啊 我们就等于一个tensorflow点 它的一个variable 它的一个variable里边 然后呢在这里边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初始化 我们让它进行啊 一个高次初始化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调它的这个东西 我想想 这个函数总体呢 t-r-u-n-c-a-t-d 然后是一个normal啊 是呃 是偶像是normal 是这个 应该是直接是normal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在这里呢 直接啊 把它的一个shape传进来就可以了 第一个参数啊 就是它的一个vase的一个shape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啊 就是我需要我们指定 它的一个stress 或者不是不是stress 就是说我们指定啊 它的一个标准差是等于多少 比方说我们可以指定一个st 叫做stdv这个值 默认啊 我们让它是等于0.1吧 让它等于0.1就得了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指定一个seed 如果说想每次复现啊 它的结果一样 我们让它seed啊 等于1就可以了 然后后面呢 我们需要指定一个dtype dtype 我让它dtype啊 dtype是等于tensorfloat的一个float32啊 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个全正网处置化的一个操作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就是图像风格生成的那个网络 最开始啊 咱们图像传进来的那个网络已经做好了 首先呢 咱们是先啊 看一下这个模块 是有卷积的 还有残叉模块 然后还有反卷积模块 最终呢 咱们是得到了是一个图像吧 最终咱们得到的channel 是一个3 然后呢 像素点啊 我也是让它控制在0到255的区间上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这样一个transform的一个网络啊 这块咱们这个transforminite写了好长时间啊 终于把它写完了